Volkswagen 第八代 Passage 有著氣派的造型 還有精緻的線條 更曾贏得2015年 歐洲年度風雲車的頭銜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試駕的 是多了一點時尚 且實用的 Passage Barrieron 400 TDI Passage Barrieron 其實就是為了 滿足家庭需求所誕生的車型 它除了有寬敞的售倉空間 但還有氣派的造型 前後燈都採LED配置 具有相當優異的辨識效果 而且在夜間行駛 你還會感覺它帶有 一點點的時尚風景 坐進Passage Barrieron 的坐餐 讓我感覺很歐底 它除了出風口造型設計 跟Q7很像以外 法式紋的金屬飾板 也提升了不少的視覺效果 剩下車款為頂級旗艦版本 因此擁有相當豐富的配備 除了擁有全景式玻璃天窗以外 它的雙前座椅採NAPA真皮包覆 同時具備冷暖恆溫通風裝置 而且還採三區域恆溫空調 試駕車款的中控胎 它則搭配一具6.5吋的 逆金觸控式螢幕 內建APP Connect裝置 可以連結手機 具有更豐富的智慧娛樂功能 我們試駕的車款 搭載一具2.0升四缸柴油渦輪增壓引擎 擁有190匹的最大馬力 跟40.8公斤裡的扭力 扭力峰值 並且可以從1750轉一直延續到3000轉 再搭配DSG雙離合器6速自首拍 原廠0-100加速數據為7.9秒 而我們進行加速實測 將動態穩定系統關閉之後 它前輪產生明顯的打滑 因此實際加速8.4秒達成 PASA VARIAN 採用MQB平台打造而成 因此預具有強硬的車體剛性 以及輕量化的特色 懸吊結構依然採用前脈花層 後多連桿的配置 完善的主被動安全防護 也是PASA VARIAN 的特色之一 它除了擁有6具SRS補助氣囊之外 它還擁有EDL 電子防滑差速器 在SPORTS模式下劇烈操駕 你會發現過彎時的支撐力變得很強 而方向盤的回饋力道減緩 路感的反應變得更為清晰 你駕馭PASA VARIAN 就是有自信 能夠順利的過彎 試駕的PASA VARIAN 400 TDI 除了滿足實用的機能之外 它還明確地點出高級車具備的質感與精緻度 176.8萬元的售價 購買一輛純德制的旅行車 其實已經具備不錯的價格優勢 市場上唯一能夠與其批敵的 大概只剩遠房親戚 許可達 十分公平